这个场上的观众的气氛也是越来越活跃 周围尖叫声加油声不绝而鱼耳 你看上来就是对踢 但是上方都是防得很密 你看都是在试探试探 对踢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你看这下打得很厉害 但是都是打在防守手套上 这下就击中了 有效击中 这个宋维强现在他慢慢的慢慢的 把场上的主动拳抓在自己手里了 你看叫做宁悦如山 所以说这个 你看他不退的 你看他不退的 他我刚才说了 他的步伐是横移为主 他很少退后 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要有场景 近的不慢 但他一直在向前 对他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是心里有底气 这是练那个外加功夫 就是什么金钟赵铁布山 说这种选手的特点 你打不怕下我 对 这抗击挡能力强 所谓的抗击挡能力强 在中国古代就是这个铁布山的功夫 对吧 没错 主要是铁布山的功夫 还不是金钟赵 金钟赵是有特定部位的训练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也不是 我就随便笑一下 但是这个铁布山的功夫的话呢 这次的孙文强的进攻是很有效的 扎克也立即被激怒 做出了回应 他回应的话 他就很可扛着 我也要上去再打你 没错 扎克现在刚才的这段交手路肯定是吃亏了 被有效打中了几次 孙文强还没有到目前为止 孙文强还没有被有效打 你看这个环机是很犀利的 你看每当他 你看孙文强现在套路就是 每当扎克的第一击过后 他马上能有两到三次 漂亮扎克的一个飞腿 但是没有对孙文强做出他的 这个直转也是非常有效的 对对对 刚才扎克也是在 扎克也在不断的试验 不同的进攻方法 大家都在调整自己的战术 扎克刚才使出这个飞灯来 我不知道你玩过结霸没有 有点结霸的那个感觉 他腿强吗 因为对他来讲不容易 对他来讲这个中踢 对这种腿长的选手来讲的话 杀伤力虽然强 但是隐蔽性差 所以说他做出来不容易 这次孙文强找到机会 双方进入了这个爆摔的节奏 被裁判劝开 孙文强依然是这样 你看这就是这个孙文强可怕的地方 就是不紧不慢 脸上还是那种表情 不断的靠近你 所以肤色又比较黑 黑色噩梦 你也看不出来他什么样 心理上没有任何变化 在加上四星 有点这个美国这个黑人全球选手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种威压感 威压感 扎克连续的中了被击中两拳 这两拳对扎克的这个身体状态果然 脚有点发烧了 果然所以他抓住的机会又是打局 扎克又挨了一击中拳 这连续的打局对扎克是有影响的 刚才的话 等一讲前两回合扎克的破绽其实不多 但是现在出来了 对 幸亏 幸亏罗响了